嗨大家好我是小許娜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最強的男人 傲慢之罪艾斯卡諾的挑戰關卡 那大家應該都很想要拿到這張卡 那他在今天晚上凌晨12點就會開放 到時候也會直播來跟大家一起挑戰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他只有兩關 跟之前挑戰關卡都會有五關不太一樣 那可能官方還是覺得這樣子 那麼多關卡沒什麼意思 就是兩關 一關簡單的一關難的 然後兩關都會掉卡 那另外呢打這個LV2的時候呢 在每天中午的11點到1點這段時間呢 他會額外掉落一張 然後可選擇額外挑戰傲慢之罪艾斯卡諾 應該是說這個雙血打完之後 你可以選擇額外挑戰這一隻 那個變身後的 然後他就會再掉一張卡給你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次刷兩張的話 就是打中午12點 中午11點開始去打 打到1點這段時間挑戰比較划算 因為他在中午的時候力量是最強的 這也算是有一點還原原作啦 那再來一些獎賞的部分這邊就不講 反正就是要通過那個LV2 你才拿得到這個 他專屬的武裝龍科 神斧力塔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LV1的話呢 他是 木攻盾 只有木屬性才能對敵人造成傷害 所以要滿呢 你就是木隊 要滿呢你就是 玩雜射隊 那個 因為他攻擊力是打到15萬 15萬 我應該沒看錯 所以呢 基本上你隊伍沒有辦法 做出木屬性攻擊的話 或者是 木屬性隊員吃不到倍率的話 是很難打過第一關的 雖然第一關的血量只有700多萬 那LV1的話呢 他的CD是4 所以有4回合的時間可以打 另外他是木屬初級拼圖盾 然後無視減傷 所以這個 你 這個隊伍血量 就算你有10萬血 你這個無視減傷 打下去也是GG 所以呢 你隊伍最好是雜射 然後最好是 木隊這樣子 至少要有一個木屬性的攻擊點 這樣子 然後700多萬應該是很輕鬆的 就洗個3回合把它帶走 然後再來第二條血射獄之罪 或者是光暗換新 把所有的光暗符石轉成新符石 另外呢 又不能消新 所以版面上你會有很多的新珠 所以這邊可能就會有點危險 可以帶個新轉暗的 或者是把它珠子炸掉之類的 或者是短CD轉數的 短CD轉數很多都是會先轉新的 那 不然的話 這關新可能會很多 如果超過16顆就很難疊了 那再來的話 那是 不過他這個 他是每回合都會轉 那再來的話 第三關戴安娜這關 他是3億多的血量 然後先攻 那打的是2萬 那4顆 三層白金石化 所以他就是 防禦力要提升1萬倍 就是打不過嘛 所以這個蠻麻煩的 然後另外他是8C盾 無視減傷 對於這邊呢 可能就是要盡量去消這個石化珠 他有4顆 然後8C的話 現在隊伍應該是都不難達到啦 而且現在的大獎其實都有加 combo 加成 那再來第4關的話 是金恩 攻前盾 一定要被他打一下 那他的傷害是3萬7 不過呢 他沒有無視減傷 所以可以被減傷 擋掉 所以血量也不一定說一定要撐到3萬7啦 然後再來他會把這個光符石以外 數量最多的一種符石轉光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要疊光珠 疊光珠就可以了 然後只要血量撐得住他的第1下攻擊 那再來的話第5關是這隻 鑄彩霍克 那他是左右暴風輪轉 左邊或者是右邊 這樣其中一邊 應該是不會同時兩邊啦 看起來是這樣 然後要6C以上 然後目鼠防禦盾90% 那個第一關給你一個目攻 限制只有目鼠性可以造成攻擊 那這關又給你目鼠性攻擊力 減至10% 真的很靠腰 那再來呢 第6關 他人之最斑 他是4E8的血量 龍科重置隱身 這邊的話其實就像那個 夏瑪西1X的關卡 就是你要帶一個技能去炸 或者是說像斑也可以去擋 這個狂擊 因為他沒有無視減傷啦 所以可以擋 那再來的話呢 暴時之最馬鈴 這邊是隨機一條血 隨機出現一種 那血量支的一樣的 都是3E 那都是固定扣血100% 那就是我看哪一種比較爛 一種是弱化鎖定微塵 然後再來是凍結微塵 我覺得弱化好像比較好耶 附加消除重置跟左右暴風 好像也還行 凍結微塵可能就比較衰一點 比較麻煩齁 如果你要這個可能就要賭一下啦 如果你不帶解凍結卡的話 這邊要賭一下齁 那再來是王冠的艾斯卡諾兩條血 雙重擴散燃燒10% 越燒越強 無視減傷 嗯... 反正就是不要碰到 燃燒的位置這樣子齁 他首回合會隨機燃燒兩個位置 兩個位置 每回合會額外多兩個 所以這邊最好是快點打死 會比較好 不然你... 他燃燒越多 他攻擊力會越高 一開始就已經一萬九了齁 這個再增加的話 我這個防禦力是怎樣 962萬耶 卧槽 然後再來這個 欸 這個血量怎麼只有100萬 啊 他這個是第一次攻擊CDE 然後 靠要打這個9萬8是怎樣啊 9萬8然後 受到攻擊的時候會扣20%血 你用更新去打嗎 因為他沒有那個無視減傷嘛 不然就是要靠減傷... 減傷卡片 不然就是靠延遲龍科 這樣子 不然他這個攻擊力也太高了吧 不過殷其度應該擋得了喔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 LV2的關卡 我們看一下齁 LV2應該是強化版 攻擊力的話一樣是15萬 那進場的話CD3齁 進場從CD4變成CD3 那血量一樣是700多萬 一樣是讓你洗技能啦 不過他變成說是 木強化初級拼圖盾 這個就蠻麻煩的喔 最好是隊伍技能可以自己造出 木強化的最好齁 像是... 嗯... 美里奧達斯 美里奧達斯 剛好可以那個... 路過去就變木強化了 這是最好啦 然後最好隊伍裡面 要放一些木屬性的卡片 然後再來這邊的話 哥賽有兩條血齁 一樣齁 第一條血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 技能是一樣的啦 然後第二條血的話呢 是... 隱藏轉 就是他整版隱藏 那你開始移動符石時候 這個... 場面上的符石才會顯現出來 另外手銷一定要7C喔 這個我覺得不難啦 呃... 現在隊伍轉租時間都蠻長的 而且他沒有降轉租秒數 咳咳... 這還好 那再來是戴安娜這關齁 三一四千萬的血量 他是先攻 然後要10C追擊盾 齁... 如果說你用七... 七大罪的... 一趴大兩去打的話 其實要破10C蠻簡單的 那金恩要破10C也蠻簡單的 而且金恩他天降的話 也蠻... 好解這個... 四成... 這個石化的齁 所以這邊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要你可以穩定10C 就可以這邊... 輕鬆打齁 那再來是金恩雙血的部分 金恩雙血六... 五億九跟七億 哇... 第一條血是... 打五萬 第二條血打三萬五 這攻擊力都... 超扯的 第一條血也是一樣 攻前盾齁齁 你要撐得住這個... 五萬... 五萬三齁齁 感覺用團長去全反擊 應該... 還不錯 或者是用斑去... 去擋 反正也... 沒有無視減傷 反正這邊就是疊光啦 這關疊光 然後再來第二關呢 第二條血 呃... 第四關第二條血 他是一回合攻擊會零化 所以你可能要帶負加消除了 或者是開龍科去延遲這樣子 反正後面龍科也會重置齁 你這邊延遲... 延遲沒差齁 先開 然後守回光引爆狂擊 無視減傷齁 他就是會引爆光珠來提升他的攻擊力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是... 呃... 對啦 這一關就是要開... 壓龍延遲龍科下去了啦 然後一波把他帶走 7億 那接下來呢 是伊連恩這一關 伊連恩的話他是2億6 突擊10% 突擊只有2700而已 所以其實... 很輕鬆 那再來主要是7C盾齁 然後另外呢 他是... 左右暴風齁 剛剛LV1是左右會隨機一個 那這邊是左右都會有暴風 然後7C盾伯頓 目屬性攻擊傷害直接給你無效 前面是只有剪到剩10% 這邊是直接無效 然後再來的話呢 那斑的兩條血 一樣是龍科重製 所以龍科你前面可以開掉 然後這邊的話可能就是要靠一個直傷的卡片 或者是像團長那種全反擊去擋 因為他沒有無視減傷嘛 他一樣嘛 就像或者是用斑去擋 那再來的話呢 龍脈吸收增攻3倍 因為他前面龍科重製 這邊還會龍科吸收 龍科重製 龍科吸收 這邊就是不給你開龍科嘛 然後強化克屬高級拼圖盾 欸這個跟那個... 夏瑪西啊 十風王夏瑪西的地獄集裡面的巴哈姆特那關好像有點像 強化克屬高級拼圖盾 也就是... 水強化拼圖盾 而且他會持續隱藏喔 所以這邊的話勢必是要開一隻牌珠的 不然很難轉 然後這邊血量要高達8億多 所以這關我覺得是蠻難的 這邊 不過還好他沒有鎖技能 沒有鎖技能還可以開技 那接下來呢就是這個馬鈴 也是隨機一條血啦 弱化凍結複雕消除 這個就看運氣 只是血量變多這樣而已 然後CD2 有一回合可以洗 然後再來是艾斯卡諾王冠 第一條血10億 第二條血15億 第一條血自殘50% 第一回合他會自殘50% 之後呢 他會自殘10% 慢慢自殘10% 所以要打幾回合 所以差不多也是要打個5回合嘛對不對 然後每回合隨機燃燒三個位置 那前面LV1是兩個 然後他是越來越多兩個兩個兩個 然後這個LV2這一關是三個 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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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多 反正這邊的話 他沒有趴盾嘛 他有 沒有他有趴盾喔 靠他是自殘喔 所以你在這邊要撐你知道嗎 在這邊要撐 你不能去碰到燃燒 碰到燃燒的話會扣20% 哇這個 燃燒位置會越多的話 攻擊力會越高 其實攻擊力就已經3萬8了 這個要怎麼擋啊 感覺好像要靠反擊去撐耶 還是靠延遲龍科 再去延遲一下 不然這邊 喔 這血量不重要啦 反正他自殘喔 好那再來呢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討論 那再來呢 這個第二條血喔 第二條血是15億喔 CD2 那固定呢 把固定位置轉成火跟光 其他扶石轉為火跟光以外扶石 反正應該是會轉出一個固定版面會有火跟光珠 然後其他就是隨機這樣子 然後發動技能的時候 100%扣血 轉租技無效 所以可是他並沒有說 不能消火跟光 所以呢 其實 如果你隊伍是有兼具扶石的話 直接打就好了 只是他的血量蠻高的15億啦 不過對團長來說應該是輕鬆啦 魔神化的團長 當初在那個動畫裡面 就是 跟他打得非常的激烈喔 雖然說最後還是打輸他 不過我們這邊 挑戰關卡可以復仇嘛 對不對 可以打贏他 然後再來呢 中午的11點到1點呢 可以額外挑戰的這個關卡呢 是 10億血量 那防禦就已經1850萬了 我操 然後攻擊力來到了12萬7喔 哇這個攻擊力 所以他這個狀態是最強的喔 然後而且他這個狀態是變身之後的 艾斯卡諾 然後他的技能是 首回合會固定轉火跟光 然後每回合 將固定位置轉為火跟光 死亡後會復活 直到召喚師 受到5次攻擊 我操 我要怎麼撐他5次攻擊啊 反正你就可以一直打他 一直打他 打他 然後打到你的技能跳 然後開技能給他打 應該是這樣子 你撐他5次攻擊之後 譬如說團長你可以開 一直打一直打他 然後開全反擊 然後擋他的 擋他的傷害這樣子 擋5次之後 應該就可以打死他了 然後手消火符石 不能對敵人發動攻擊 而且會 反擊自身200% 所以你消到火符石就是死掉 只能用疊火符石 你就疊火符石 然後一直去給他打 可是他這個傷害應該沒幾隊撐得了 我操 我這個可能要想一想要怎麼應對齁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個艾斯卡諾的挑戰關卡啦 那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各位掰掰